謝謝 好 大家 看到這一次 都是大專青年 然後 那台語聽得懂嗎 說台語聽得懂嗎 可以啦 我就用台語發音 在這次 我們剛才看到農業課程 感覺實在是不錯 因為怎麼說 我之前種一張葡萄 種三年 種三年 你知道它長得多茂盛 生得到隔壁去 我剛才跟我們隔壁 阿嬤說 我們不要隔壁 因為生到你家的時候 長葡萄生過你的病就都喝了 結果等一年等兩年 數月很多都不會生葡萄 阿嬤說阿嬤說 阿嬤說 葡萄生得都從我家來 都 雜草那麼多 結果他把它加加掉 我也把它加加掉 結果今年 一顆而已 長了四十串葡萄 現在繼續生長當中 那叫做蜜蜂葡萄 然後才知道 他說 就是他有很多的養分 都種去生樹葉 都沒辦法去生果實 所以我們聽農業 我們同學應該常常很多知道的事情 會知道的事情 你也當得到很多的知識 來 那這次唱歌的部分 你們應該 我們可以來看一首 在這受訓裡面 我真的介紹 我們歌謠裡面 很多民謠就是 第一首叫做 倫敦德里小調 來沒關係我們先看一下 好 來 我先問一下 你知道說倫敦德里小調性 這小調性是什麼時候在用的 知道嗎 小調就是比較哀怨的時候 但是這有一個背後 隱藏一個很漂亮的故事 你知道這首歌是哪裡的民謠 很多人都會知道這是英格蘭 其實不對 他叫做蘇格蘭 那蘇格蘭為什麼他們有這種歌 他們就是要唱什麼歌 他背後有一個故事 你看蘇格蘭 蘇格蘭有看過嗎 蘇格蘭的風格 你們都知道說 蘇格蘭的風格大概都趨向於什麼情況 第一個 你可以看到他們都穿什麼裙子 蘇格蘭穿到 再來還有一種還有一種東西 你們猜看看 不要令 那個也有 但是不是主要的喔 答對了 封地 你知道封地怎麼做出來 封地 他們為什麼叫做封地 你看這個背景 你知道蘇格蘭這個 他不是國家 他目前為止 他還不是國家 但是他是為 那個大英格蘭 他還給英格蘭統治 英格蘭現在還有一個保守黨 一次 在保守黨跟一個工黨 工黨就是工人 那個黨派 他們投票之後 然後他們再說 我們自己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但是他跟目前為止 已經指日可待 因為他們的議會已經形成了 但是為什麼怎麼做形成 這敘述就是 有22位 由蘇格蘭 蘇格蘭來的 年輕人 有一天他覺得 他說 是怎麼 我們整個農作物 整整個都去給 英國政府 給我們收了 知道怎麼 我們的好處 都給他拿了 結果 我們現在天災地變 他沒有在管理 所以 他們自己覺得 我們自己要獨立 所以他們22位 22位年輕人 他們就開始 家家夫婦 都去他 吊一個管子 一開始 他不是說叫做風 他是把他吊在門簾 那個地方 因為蘇格蘭風很大 他風情頭 他吹下去 然後就會做出很美妙的音樂 所以 他們一直跟 這個過程 家家夫 一個條 兩個條 三個條 四個條 吊到樓尾 就發現什麼 就發現說 這22位年輕人 他要去跟英格蘭政府對抗 他們知道說 他們這次去 有時候去抓起來 真的沒有錯 走到英格蘭政府的時候 就去給他 逮捕之後 哇 大家都在紀念他 就開始 家家夫婦都掛起這個風底 風灌 那開始是風灌 然後 有一些人就演奏 今天 你如果去到蘇格蘭那個地方 他都會叫你唱一首 他都會跟你說 我們蘇格蘭有兩首民謠 非常的美 都是跟我們的故鄉有關係 就是第一首就是 倫敦得禮小調 這是二十二位年輕人 已經去到這個 倫敦這個地方 然後 他們的回憶什麼 來 我們來一起念看看 我們的歌詞 沒關係 我們這個都有 來 第一首 這兩首都是 蘇格蘭的民謠 你有沒有聽過風底的聲音 有沒有聽過 來 我幫你聽看看 你仔細聽看看 這首歌等一下就是 看看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我叫你唱那首歌 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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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苏格兰风笛的声音 这个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 一开始苏格兰他刚开始 他要去乡英国政府控制的时候 有一群人每一次去到英格兰的所在 就去给他收买 然后就要做官 他就不记得说英格兰 苏格兰到底 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 但是在路上很多人去到英格兰的所在 每次抗争 但是最后都是被收买 然后就跟他们一样 说苏格兰不可以让他独立 应该是让他的农作都让我们来收成就好了 但是二十二位年轻人 当英国政府要给他收买的时候 他们合唱就是合作 这首叫做伦敦德里小调 让那里面本来在开议会那些工党的代表 以前已经都同流合委 本来是说我们要来投苏格兰一票的话 可能就能通过 但是问题他们都觉得算一算 我们的国会中全部一致通过 苏格兰不能独立 包括因为苏格兰的人也都同意 苏格兰不能独立 但是二十二位年轻人 就开始演奏这首叫做伦敦德里小调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意境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他说 在我的故乡河流日夜歌唱 曾记得我时常徘徊游荡 春天早晨 彩朵金色水鲜花 整个世界使春色放光芒 我的故乡 永远盼望的故乡 绿草如荫 江水静静的流 游子的心啊 向往美丽的小岛 如今却也永隔着重阳 当你听到这首 当你听到这首诗歌 他的意境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如何 你们曾经离开国家 然后来到远地求学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忘记 你的故乡是长怎么样 但是当他们 开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们工党的人全部 才唤醒说 有一个地方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叫做苏格兰 我们并没有忘记 所以苏格兰 现在已经有自己的议会 也当决定自己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超商 很多东西都是从哪里过来的 苏格兰酒 苏格兰的风笛 苏格兰群 什么都一样 都已经他们自己的品牌都创立 所以这首歌 我可以介绍 介绍 分享 和我们一起唱看看 来 我们来唱看看 这里这里也有 那个比较小字 那这样会唱吗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看看 来 我告诉你 我们台湾 跟我们年轻人很奇怪 以前我做空军的时候 我以前的单位是陆海空都有 陆海空空军 如果美国家年华会 陆军你这样叫 叫叫叫叫叫叫叫就是不出来 很奇怪 空军跟他邀请一下 海空军好像你把他邀请 他就出来跟你一起跳舞 然后外国人都说 我们个性好像都很生疏 因为我刚才是空军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 唱歌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你可以大声去唱 你可以把他尽情的唱出来 你知道歌声 你如果唱过去 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 女孩子就越长越漂亮 男生也越长越俊俏 这是四首 因为我唱十多年了 但是我不是说我长得很帅 不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 我现在是觉得唱十多年的歌 我觉得身体健康 身体很强健 然后很多观念都很乐观 好来我们来唱看看 好我先唱没关系 我来这首伦敦德里小调 好来预备 好来 在我的故乡 和六日也歌唱 曾记得我 时常徘徊游荡 春天早晨 才多金色的水鲜花 整个世界是春色光光芒 我的故乡 永远盼望的故乡 绿草如荫 将水紧紧的流 游子的心 啊像我美丽的小岛 如今却永隔着重阳 哇唱完这首歌 我很乐意分享我的求学过程 你知道我在1988年 大概199192年 我一个心态 我很喜欢说 我一定要到国外去读书 我从读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说 我一定要去那边 甚至 我不要台湾这个地方 因为 感觉台湾走到哪里 因为我在台中 生活了十年之后 我发现台中地区好像 人多车多 然后自然也不怎么好 大家都吃败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老师也不好 学校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但是 当你踏到 美国那个领土之后 你才发现说 啊 这里一开始 你会感觉 那里很好 所以很多人都给他 恭喜 你去那边流血很不错 但是我跟你说 我那个流 人家说流血的去流行 我那个流就变成是流浪的流 因为差一点不能回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 我觉得说我去到那边 可以读很好的书 可以请奖学金 问题 什么因素 它让你不能够申请 就是因为 人家不知道你台湾是哪里 我那时候才知道说 我拿那个 Republic of China那一本 Pasport 去给人家看说 我就是这个国家 大家看一看 你这个是哪一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能让你申请 你知道那个时候 那整个心情就荡到谷底 想说那怎么办 所以你看这首诗歌的意境 才会想起说 你看 油脂的心 永远盼望的故乡 向往美丽的小岛 如今却永隔着重洋 哇 我时刻看到这首诗歌 看着那时候的处境 那个时刻隔着太平洋 虽然在台湾 可以看到太平洋 但是在美国也有可以看到太平洋 但是我在美国要看到太平洋 你知道要走多少公里 人家告诉我说要走四千多公里 你们知道四千多公里有多远吗 我从来不敢想象 我有一次问人家说 你这去到太平洋大概多久 开车要多久 一双一双一双 为什么 因为他说你开车可能要开很久 反正开到车开去 要不够 所以呢 在那么长远的距离里面 虽然那边也有太平洋 可以再加大一下吗 来 我们唱第二段 第二段 来 没关系 来 你们 醒过来 没关系 来 我们跟着这个音乐来唱 来 好 来 我 你 你 很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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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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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故乡 寒暖无恙 但愿我们 被情人遗忘 从回故乡再过有幸福生活 好 没有关系 因为Key不一样 所以那个有点比较高 但是我们可以欣赏到说 这首伦敦德里小调 它有时候是变成Danny Boy 他也在叙述说苏格兰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你们这个过程 我觉得你们今天很不错 你们今天过来的话是怎么过来的 你们有没有自己愿意过来的 我举手看一下好不好 有吗 有的话到台中我请他吃饭 有吗 没关系 你大胆的 不然你们都怎么过来的 爸爸妈妈用赶过来的 是这样子吗 你是被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亲人用抓过来的 请举手一下 我看一下 有没有 都没有 好 放下来 你们觉得上课这样子好玩吗 好 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在我大学时代 我感觉 有一种感觉就是 好像处处都不是很如意 觉得父母都很喜欢管我们 因为父母管不到的时候 变成老师也很喜欢去管我们 不过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 觉得说 那年年轻人 应该要想做一些比较轰动的事情 不是轰动 就觉得感觉应该 那时候都在追求一句话叫做 青春不要留白 那时候我们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 唱到最后 你听完之后 你会有一个感觉说 对 那要怎么不留白 结果我跟同学旧旧旧去到什么地方 去到一个地方去玩 然后看到人家的果园 他叫那个芭蕾 很漂亮 很漂亮的时候 我们当然想说 年轻人应该都会摘几棵来吃 对不对 像刚才在做农业的介绍 我才知道说他们种那个非常辛苦 但是更好笑的 是因为那个我们只刚好摘到一颗 就摘刚好一颗 一颗而已 那个拉下来 那个整个就轻轻光光 我不知道它那个是防盗器还是什么 好像那个当公就开始咬 就轻轻光光 主人就跑出来 就一直骂一直骂 骂之后我们就赶快跑 跑完之后想一想不对 这样子好像连一颗都没有摘到 然后大概六七个同学 不知道在做什么 结果我们经过讨论以后 想说隔天再去 那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非常的不好 想到要怎么做 他跟我们说 老师你明天再来跟我们拔 你再把头帮来讲 结果我想想说 他跟他规定不可以 不可以摘对吧 那我们就怎么做 我们那同学 都没摘下去 我们是以嘴巴靠近那个 巴拉加一嘴 我都没摘对吧 再丢的巴拉在面上 然后这个咬一口 这个不太甜 不可以摘一嘴 再把另外一口也咬一嘴 这条比较甜 不可以咬一嘴 但是很不巧的说 那巴拉你如果不摘下来 那要吃到尿色很不够 太难吃对不对 最好是摘下来 整条咬是比较好吃 但是你要靠近他的 不能摘下来去咬一嘴 然后大概改了五 我们每个人都大概平均 大概五六克左右 刚好都吃饱了 想说 那好啊 那应该吃饱了 然后才知道说 那个果农 隔天就到我们学校去说 你们昨天 有一群学生 到我们家的果园 去做什么 去偷摘那个 巴拉 我要来 他还讲说 你早上有人去偷摆巴拉 而且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了 想说 没有关系 我们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没有偷摘 我们他的巴拉还留在 那个树木上面 一来 就这样一里面一里面一里面 然后那个教授也一直讲说 你们怎么这么大的 还在吃那个东西 所以今天上了农业课 你们感觉到说 一个巴拉要形成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让我感觉到说 那个时候的那种 虽然只是玩笑 不过感觉起来 哎 长大之后才知道说 那个时候很幼稚 对不对 好 来 没有关系 我们虽然这首歌不太不熟 但是请你记住它的旋律 记住它的旋律 然后我们来 往下这首歌 你们有没有听过 这首歌比较好唱的 来 那我们就 来唱看看这首 来 这个是 你有听过的 有没有 好 很好 这首叫做 Amazing Grace 它的 曲目叫做 奇异的恩典 就是说 Amazing Grace How say the sound The step away like me I was What loves But now am fine What's bright But now I see 这首歌曲的内容 你知道 在有很多人 你都不会觉得这首歌的可贵 当你有一天你的生命 面临到冲击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这首歌 它对你的感觉是如何 好 来 那我们来唱这首看看 来 这个会不会 里面 因为 我来不及把它写 这个有中文版 那因为它不好翻译过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一段一段来唱 没有关系 第一段它是这样 A mang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e set of rage Ly me I was What loves But now I am fine What bright But now I see 好 我告诉你 这首诗歌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里面 你们知道哪一个事件吗 最近 啊 哎对 911 那一件是什么事件 知道吗 好没有关系 来你们讲看看 那一件是什么事件 哦被恐怖分子这样子撞下去 对 啊然后 应该不只那一栋吧 应该有很多五角大厦 应该有很多五角大厦 啊国防部也是双子星大厦 那很多美国的一个在New York一些比较高的大楼 就是关于他们官方的大楼全部被911 那你知道当时撞一下去那一刹那 你们从新闻里面看到感觉如何 我第一次看到哦看到那个画面哦看到哦 以为是说啊那个可能是怎么这么不小心哦 怎么会撞到那边去 结果才没有想到说这个才刚讲完另外一段又开始又撞到那边下去 同时连续两栋大楼然后第三栋大楼才知道说这个是蓄意的 那你知道当下撞那下去哦双子星大厦 在New York那个地方我的朋友亲戚都告诉我说 哦他马上我马上就打电话说啊你那边有没有被被怎么样 他说我们这边是没有怎么样 不过那个里面的人总共死了多少人 刹那之间那个温度升高然后很多人都被烧死 那被烧死之后呢如果那个事件发生在台湾的话 你知道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很多的灾难 对不对但是那个灾难一下去呢 你可以发现说他应该怎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那边就开始合唱这首奇异恩典 他们在用这首歌来安慰说你曾经受过伤的人 我觉得美国那边的制度哦你会很向往的原因就是在哪里 你看看哦你有没有发现一台大学大学的生活 你们大学的生活里面你们有没有发现说好像同学都是一群一群一群这样子在走 是不是这样你们觉得大学生活好了吗 你们觉得大学生活好了吗 有没有觉得读大学生活很好 还是感觉不出来 我觉得以前都觉得在大学生活里面 好像各个都要自己去拼命 然后大家互相不管 不会说像现在大家可以玩在一起 以前都是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 但是呢好像在学校是这样子 你看看到校园是不是如此 我曾经哦在那个台湾的地区里面 也发生过一件921大地震 那时候你们都在哪里 你们有出生了吗 很小对不对 你觉得那次灾害有没有很严重 应该相当严重对不对 好 那个921大地震以后呢 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来做比较 在美国911攻击之后 很多在路旁的人 他们都不会靠近 他也不会去进到里面 要看看好奇 结果他们就只是 大家手牵手就是在唱这首 Amazing Race 当他们歌声一出来之后 你知道有尸体一句一句这样抬出来 抬出来之后 他们听到这首歌会感觉到说 他们心里面得着安慰 那921大地震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半夜两点 我刚好在睡觉 也没有也刚好在睡觉 然后被摇起来之后 然后我以为那个只是 稍微停一下就会好了 没有想到我看到 哇越摇越摇 摇到这个已经 非比寻常的地震 然后再往外面去看才知道 全部的人都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我第二天就接到一通命令 就是要去灾区里面看灾 那我就进到里面 在信义乡的一个村落里面 那村落里面呢 他那个时候我进到里面以为说 哇这个一定很严重 果然没有错 那个道路有的都是这样子浮起来 而且有的路不能过去 有一个村庄里面 它已经交通已经中断 很多物资都全部都是要用空头进去 然后你知道打那个直升机也很危险 直升机在山谷里面 这样有时候会摔下来 但是我们到达地点之后 才知道 哇这里不得了 那个在信义乡的山区里面 整个房子都倒了 然后有一家刚好没有倒 没有倒的那一家呢 是一个独居老人住的 然后独居老人在住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说我就一家一家去看 再说这家能不能住 这家能不能再重建 这家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再鉴定 但是到他家的时候 我发现哇他们家很好 全部都好好的都没有倒下来 这样会怎么办 我就说阿婆哇你不错哦 你们家都好好都没倒 因为你们家是三合院那一种 但是呢 那唯一可惜 你觉得这个阿婆的遭遇到最后 是变怎么样 他也死了 然后你知道他死在哪里吗 我勘验到他们家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阿婆 人家那个灾区 在深山谷里面 有很多矿泉水都没有办法喝 你们家哦 那个狗栽物品堆到天花板那么高 然后他还很得意跟我讲什么 他说阿你不满啦 这是我经历的呢 我每天早上在念东西 我都摆第一礼 我辛苦了你知道吗 我说阿里面很多人没什么吃呢 他说阿我这给你我也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不愿意把东西给别人 直到第七天有个逆断层之后 那个震灾再摇一下 也是七七级左右 没有想到那个阿婆就没有出来了 那个阿婆就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之后怎么办 我就开始一家一家去看的时候 就奇怪这家阿婆怎么 没出来已经三天了 以前哦 如果煮好都走第一礼 如果领赈灾品都走第一礼 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他在那边排队 但是看到之后没有了 没有话怎么办 村长去看的时候 再说啊 他们家的东西都摆下来 才知道那个阿婆 被他自己的那个赈灾品 带着的三天都没吃饭 已经断层了 那个东西都拿起来之后已经死去 所以呢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说 我很希望看到你们 能够学习一件事哦 就是多去关心我们的国家 还是讲到国家太遥远 至少你也关心一下说 我的家乡现在变得如何 那当然呢 有时候 从很多的处境里面 我们很难去体会到说 我们这个家乡是可以干什么 你要为自己的家乡能做什么事 我每次哦 我跟里长在讲话都会讲到K-pop 为什么 你知道他每次拿选举的时候 再看到他哦 你就是里长 那平常都没看 然后有一次我们家那个路灯 已经 海去海很久的很久的很久的 然后那边很暗的话 很多人骑 脚踏车上去就塞下去 还有一个洞在那裡 好像路灯底下 刚刚好一洞 有一个洞 然后跟公所讲 他说你要去请里长出来证明 请里长来处理 我说我们里长什么人 我都不知道 他说你去找就有了 问了好久 问了很久的 才知道我们的里长就是 就是那个 他问到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他只简单回答你一句 他说这经费不足 他说那洞没得到 但是 过没多久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讲什么话 他说他争取好多的建设 他如果做里长了 他要正出很多建设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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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些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 好像没办法 但是他就是敢说出来 我们很多人也去骗 我就问他说 里长 那洞我们不可以補補 那选举期间 那洞马上就补起来 但是 那选举后呢 你东西坏掉都不太 不太可能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家乡里面 本来是那么好 但是为什么撒那之间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去关心的话 可能 很多 很多人会在那边受伤 你知道 在我家的门口 在我家的门口 已经 大大小小的伤痕 已经弄整个 每次弄得很好 都弄在我家的门口 已经整个台了 因为那道路就是 看不到 结果一看到之后 都说 砰 就在我家的门口 所以我在我家的门口 做一个互电 你们不要觉得他后悔 真的不要忽悔 真的不错 因为 你会看到 有很多年轻人 我们隔壁也很多年轻人 现在都在那里 去共聊 有一个叫做音乐祭 是不是 音乐祭 我问他说 你那门票怎么算 他说 很小的 一顶这一顶 穿五顶 我一次买五顶 七千顶 还可以打折 算七千顶 我说 你们去那边可以干什么 唱歌 唱歌 你唱什么歌 哇 结果才发现说 他们那唱的歌 都什么样 当然不是说不好 但是 觉得 那个噪音 一直这样子吵 你可能 很少去看到说 台湾真正有哪些歌曲 很不错 来 那没有关系 来 我们现在这一首歌 已经有出来的 这首歌 它就是 Amazing Grace 我一样一样解释 Amazing Grace 就是说 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 Grace 就是恩典 How say the sound 就是说 这个恩典呢 它好像有一个声音 这样在告诉你一样 虽然它是一首 很多教会里面都在唱的歌 不过 你看到那个黑人 每次在唱这首歌 他都唱不下去 因为他都在流泪 哦 好 他说 The step of rage 就是说 这个拯救呢 拯救 可怜的 像我这样可怜的人 我以前 I once was lost 我以前失去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找到 我以前曾经瞎言 What's blind but now I see 你知道说 我以前曾经眼睛看不见 但是现在我看到了 我给你们讲 你们昨天 听那个秘书长上课知道说 台湾这个地位 你们有没有很惊讶 会不会 不会 不会 会齁 对 我希望说 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很高亢 这样惊讶 我是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 听说中国的那边人 他用一些办法把你骗 骗说 那个 中国那边武警要过来这边 当我看到这一小新闻的时候 你看 如果台湾全部布满了武警 中国的武警 你知道那边的人 那个武警怎么处理 他们百姓的事情 你们 啊 公安啊 对对对 那个地方我去过一次 我说 我这一辈子 这世人我不能去 因为我们在那边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朋友开车 去给他们拢了一个老太婆 拢了一个真的死去 你知道公安来讲什么话吗 那人拢了一个真的 有死不死我不知道 但是真的死去 我看那一定死去 因为 就 然后就整个人倒在那边 那个年纪大概有七八十岁 结果那个警察到的时候 你知道他跟我们讲什么话吗 如果再来发生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要赶快就医对不对 然后他们警察来就跟我们说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你们是台湾来的我知道 然后他就说你有多少钱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大概五百块人民币 他只有比这样子 这样子给他 我们就可以走了 我们就把钱就给他之后 结果呢 他就叫我们走开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国家 一个人命五百块人民币 那如果有一天在台湾也是一样的话 你会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 有一天你被我被 不是我们不是在说很衰的话 如果说你看这种车祸一撞到 然后大家就说 来来来来 这个你只要几块钱给我就可以走了 我觉得在中国那边的人命 好像是比狗还不如 你如果撞到一个那个军官 高干的狼犬 冠军狼犬的话 你可能这下子不得了 但是撞到人没有关系 只要钱给他就可以算了 所以你想看看 你们来到这边 我希望说你们头脑能够清醒 能够看清楚说今天 不是这个国家的地位 不是说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再关心就好了 因为我也曾经跟你们一样年轻过 我也曾经二十几岁十几岁 我十几岁时候做出来的事情 可能还比你们现在更疯狂 不过我想起来很幼稚 以前事情很幼稚 那没有关系 我如果在明天 我再跟你们介绍说 我年轻曾经做过什么事 那我希望你们把这首歌词能够留好 我们明天再来继续 好 那希望你们真的提起精神来唱歌 好不好 好谢谢 立正敬礼 坐下